蔡徐坤之前被爆出 与C女发生一夜情 还强制对方堕胎一事 终于在三日首度发生否认 没想到没多久又有W小姐爆料 并曝光一张亲密合照 结果蔡徐坤这次 直接在网上发文否认 同时提告爆料狗仔 不料因为接连而来的辟谣证据 来得过于有安排线 让小王也纷纷认为 就是她联合狗仔家爆料 目的就是要混淆视听 而知名律师事务所没多久也发文表示 已经接受蔡徐坤方的委托 去警局进行提告 结果却被网友发现 报案单上在一点就完成报案 但爆料直播流出的时间 大约是在中午12点42分左右 让网友们分分怀疑直呼 不可能等短18分钟 就可以联络律师发文提告吧 难道警察局在她家旁边 也再度网上引起热议 啊 好